万连是世界上抵御最好的俱乐部之一,万连也造就了很多球星,例如C罗,贝克汉姆这样的巨星,自从木帅接手以后,万连再次看到了夺冠的新契机, 可是上个赛季,他们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,而且欧冠上毫无作为,新赛季的万连并没有延续上赛季的进步势头,而且越来越差,球队矛盾日益俱增,这让球员和教练都很无奈,如今万连拥有一批潜力球员,但是却始终没有发掘出来,一个顶级的世界巨星,而拉什福德就是这么一位典型的代表, 在刚刚结束的与法伦西亚欧冠比赛中,拉什福德的表现堪称完美,他完全主宰了马连的进攻,甚至比利时前锋卢卡库都没有他亮眼,熟悉拉什福德的马连球尼都清楚,拉什福德的反越位能力特别的强, 他经常依靠速度甩开防守队员,形成单刀,不仅仅是这些,穆里尼奥看中的是拉什福德的灵活跑位和细腻的盘带,首先是拉什福德的跑位, 一名前锋不能只拥有射门能力,还需要灵活的跑位甩开防守队员,在比赛进行到52分钟时,桑切斯长船找到拉什福德,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拉什福德的跑位很有特点,能轻易的甩开防守队员,营造射门机会,其次就是拉什福德的速度, 可以说他的的速度可以和贝尔差不多,拉什福德可以轻松地甩开防守队员,从而传中对球门造成威胁, 这两项绝技正是穆帅最得意的,因为穆帅的战术倾向于防守反击,这样拉什福德很完美地融入了穆帅的战术体系, 先年21岁的拉什福德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,按说在莫里尼奥这样的足球大师面前, 拉什福德是有机会成为全足坛的焦点的,可是目前穆里尼奥,却已经陷入了下课风波, 很多曼联球迷因为战绩逐渐不信任主帅,但是这一场欧冠比赛过后,相信许多球迷都能看出穆帅精明的战术, 他的打法越来越明确,拉什福德能力的展现也证明了这点,若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, 曼联江很快就会走上正轨,相信拉什福德的爆发,只是穆帅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证明, 而拉什福德也是穆帅在欧冠和英超打出翻身仗的最好底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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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